都说小鬼难缠 我想着 天赐被关进大牢里 免不了上下打点 可光是银钱是不行的 我听说 牢头是个官夫 自从上一个妻子去世后 就一直胆着 你的意思是 是 不管怎么说都是封的郡主 婚事自然不是小事 可若真是这样 你甘心吗 若是郡主自个儿失了明节 丢了清白呢 行 就照你说的办 府上的情况 你也知道 为了打点呢 已经捉襟见终 这半块鱼拿到当铺里 也不值几个钱呢 哎 这是姜银藏着的鱼配 我瞧着橙色不错 虽是半块 但也能当几百两 团圆 我问你个问题 你来回答我 哦 郡主 你说 如果有一天 你毁了一个人的清白 你会怎么选择 奴婢 奴婢不敢 你假想一下 嗯 假想奴婢也不敢 那行 咱们换个说法 我 把王爷睡了 要不要对王爷负责 大概 王爷是不想郡主负责的 郡主 您的名声不太好 幽王是什么人 得圣上重任 又拥有九个城池 那些高高在上如脚月的世家小姐 王爷看都不看一眼 郡主 您 可能嘛 您别生气啊 奴婢只是实话实说 郡主 您就别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这对咱们不好 你懂什么 那些世家小姐是好 那又如何 就不能王爷审美疲劳 对那些财帽生间的小姐不喜欢 偏偏好我这一口呢 可 可王爷对您 也不怎么样呀 您都说了 跟王爷睡了 可 可王爷也没说 要对你负责 对你的态度 也没好哪里呀 大是亲 骂是暗 我跟王爷之间的相处 你不能用常人的逻辑来看待 在你看来 王爷不待见我 那他要是不待见我 会让我住进府里吗 那是郡主您威胁的 啊 你甭管有什么方法 旁人就不威胁他了吗 可他把人带回来了吗 没有吧 我是唯一吧 看到我这里布置了吧 要是没有王爷的手肯 能布置得这么贵迹逼人吗 下人们说是安不安排的 就算是心里的 我闻得好了吗 我闻得来 我闻得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